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萍 看似简单的炒泡面 很多朋友自己在家里却总是炒不好 做不出餐厅里的那种口感和味道 那泡面要怎么炒才好吃呢?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炒泡面的详细做法 只要大家学会这几招 炒出来的泡面爽滑筋道不成坨,超入味 首先把准备好的泡面放在干净的大碗里 倒入没过泡面的冷水 我们这里泡面既不能用水煮也不能用热水泡 而是要用冷水泡发 这样可以保持泡面的弹性 将泡面先放一盘浸泡10分钟 趁着泡发泡面这段时间 把洗好的半个包菜切成细丝 这样搭配泡面来炒着吃的话 颜色会更好看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节去好皮的胡萝卜 先用刀切成片 再改刀切成丝 切好以后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块钱的豆芽 把它放入盆中 加入清水把豆芽淘洗干净 炒泡面中加一点点豆芽 吃起来更加香 清洗干净后控水捞出 先装入盘中备用 再来准备几粒大蒜 先用刀压扁 再块刀剁成蒜末 切好放入小盘子中备用 准备几根新鲜的青蒜苗 清洗干净之后 将它切成小段 放在一盘备用 接下来往小碗中打入两个鸡蛋 然后用筷子快速打散 打得越均匀 炒出来的鸡蛋就会越蓬松 一般看到蛋液冒出泡泡就OK了 接下来将浸泡好的泡面全部捞出控干水分 用冷水泡的泡面浸到有弹性 炒的时候不容易碎 口感也更干爽有嚼劲 如果用开水泡的 就容易把泡面给泡烂了 接着往泡面内加入一勺生抽 一小勺老抽上色 一勺芝麻香油 一勺胡椒粉 用筷子拔泡面搅拌均匀入味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喜欢就点个赞吧 您的鼓励是我持续更新的动力哦 谢谢大家 接下来起锅烧油 倒入比平时炒菜多一些的油 然后倒入鸡蛋液 先静止五秒钟左右 让鸡蛋液慢慢定型 再用铲子慢慢推动 待鸡蛋液微微定型后 用铲子划分成小块 再翻炒片刻 将鸡蛋炒至微焦 盛出备用 锅中再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下入蒜末 接着下入胡萝卜丝一起煸炒 将胡萝卜丝炒至八分熟时 倒入豆芽和包菜丝 开大火快速翻炒几十秒 然后倒入泡面和鸡蛋 继续翻炒均匀 接着加入一小勺食盐 一小勺鸡精调味 最后倒入蒜苗叶 快速翻炒 十几秒后关火 装盘出锅 这样一盘香喷喷的炒面就做好了 这样炒出来的面条 根根分明 而且更爽滑入味 非常的好吃哦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哦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了 喜欢我就关注我吧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